大家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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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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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拥有的是什么呢 打国外的呢 咱们说 第一 身边有多少女孩踢球啊 现在可以这么讲啊 啊 确实在这个身体 师 Bruce 八亿妇女啊 八亿妇女《八亿妇女》啊 三明六通行bench 达首都比男的少啊 实际上呢 这个足球人口和这个人口之间呢 只是完完全全是倒化的 所以中文女足输也就输了 啊 但是 接着来 讲这个 我的这个职业史啊 ức 啊 多少年以后呢 当我这个每次啊 无论是开车 还是打车 路过这个 长安街 路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大楼的时候 其实呢我都会深情的 来看他一眼 因为那是我呢 这个职业的 所谓新闻工作者的 职业生涯的起步 在那里边呢留下过我很多的 可以讲 青春吧 青春啊 严格意义上讲 我从1993年的12月18日 一直到200 大概其04年 左右吧 将近11年的时间 其中呢应该有 10年到9年到10年 都在电台做节目 交通台 新闻台 文艺台 经济台 还有什么 反正总而言之吧 串台 串台就是从我这来的 串台 拿一杯酒 串台 到这坐一会儿 你好 当年 你好 就基本上串台 那么 其实呢就是 我进入交通台之后呢 我先被划归到呢 是晚间不 晚间不 为什么呢 因为白天我上班 我上班 我上班 我不可能来做节目 是吧 所以呢 就是下了班之后 啊 这个 坐班车 到浦黄渝 换39路 到平安里 一路四路啊 坐两站一站的 过来 三块五 吃个饭 然后上楼 这时候大概 可能是六点半 七点的样子吧 然后呢 八点半 八点半 九点 九点上节目 一个小时 开始分配我呀 周一周二周四 三天 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 说你做一节目吧 什么节目呢 叫汽车音乐 我说这个汽车音乐 这干嘛呢 他说呢 就是领导就说呢 你就给这些开车俩 放回音乐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呢 这节目啊 非常好做 为什么 拿一盘CD 拿一盘CD啊 你到那之后 你就开个头 你说 欢迎大家收听 北京交通台 晚间汽车音乐节目 今天我们给你介绍的是 Lossless 不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介绍的是这个 嗯 萧邦 萧邦 技大调 好好 呃 呃 这个 协奏曲啊 卡 扔进去之后 完了 一按推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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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放啊 一张CD 差不多一小时呢 到了一看那点啊 差不多到 21点 58分 30秒左右 你啪 把那音乐 建停 听着朋友 欢 感谢您收看 不是 感谢您收听 今天的汽车音乐 我是主持人 董录 祝您晚安 一路平安 我们明天再见 呱 把推子推起来 下班 走人 按说呢 这节目就这么做就可以 啊 多少钱呢 呃 30块钱 30块钱 啊 这个工作就可以做 一个高中生啊 就足以 所以我觉得这么做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所以我呢 我就主动的 我就跟这个板间部主任 我说主任 我说我想 我想法 他说你什么想法啊 你是想辞职 过来啊 当专职的 我说不是不是 我说这个你想太多了啊 我说那什么想法 我说我呢 就想 这个节目啊 我能不能我自己 发挥创造一下 他说你要怎么 怎么发挥啊 我说我这么着 我说我能不能呢 每期啊 我都设计个主题啊 然后呢 我聊一聊 然后放放歌 聊一聊 放放歌 哎 这样的话呢 也能够让这个听众啊 除了这个欣赏音乐之外呢 也能够得到某一种啊 这种沟通的感觉啊 彼此交流的感觉 虽然说那时候啊 没有短信平台 只能靠写信 沟通 或者是打电话 直播间啊 电话进来 呃 那我那个音乐节目 反正也也不用打电话啊 所以呢 就是 就是这个 呃 呃 只能是 呃 看看能不能这么改革 那个人 晚间部主任 反正多一事 不是少一事 说行 你你弄吧 反正你就记住 你别说太多的话 啊 你就偶尔点缀一下 因为这叫汽车音乐 啊 您别那 那一小时节目 您说五十分钟 就放两首歌 那不对了 我说行 我说你放心啊 我绝对不会一小时 说五十分钟 你放心啊 好 所以我第一期节目呢 就是我说了四十五分钟 啊 我因为我跟他说 他说你别说五十分钟 我说四十五分钟 我说了四十五分钟 我聊 亲情友情爱情啊 生活事业家庭啊 然后什么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恋爱啊啊 什么什么这个 找对象啊 然后这个努力啊 反正就全都是那种啊 心灵鸡汤 心灵鸡汤 一大碗 光光的 然后 说到差不多的时候 啪 推起来 一首歌出来 我要飞 那时候还没有啊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告诉我 爱要怎么说 爱要怎么做 心中的火 谁让它 燃烧 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不曾想 不曾想啊 这节目播出之后 咱这么说吧 我一出直播间 我看导播间里边电话呀 它就闪 你知道吗 因为导播间电话不能有动静 不能有声音 你明白吗 它是一种这个蓝光闪 蓝光的闪 什么意思呢 就是来电话了 听众来电话了 然后我怕 我把电话接下来 我喂你好 那个 那个我能 那个主持人走了吗 我说你找谁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刚才那个主持人 我说你什么事 他说我想跟他交流 我说你跟他交流什么吗 他说我这个 我觉得他今天说的很有道理 他勾起了我对于往事的回忆 我想跟他交流 我说对不起 下班了 明天再聊 好吗 我挂了 因为当时我挺害怕的 我说这个 这个陌生人就打接电话来 我跟他聊 关键就是 我跟他聊聊多少时间呀 我这已经十点了 我得回睡觉去 到哪儿睡觉去 上楼 办公室有床了 雄心床 巴也打开 睡觉 为什么 我第二天早六点钟 要上班了 我能跟他聊这个吗 我能 我这不聊了 但是呢 这节目 一个礼拜过后 观听众的信 像雪片一样来 明白吗 你知道什么叫雪片吗 带上机 这个听众的来信呢 像雪片一样的就来了 像雪片一样 这个 那个时候咱们实话讲 二十多个 二十出头的年轻的主持人 然后他们来自社会各界 然后呢 有专职的 也有兼职的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 都是 很希望 自己能够成为这个 群体里边的 佼佼者 佼佼者 所以呢 那个时候用什么样衡量呢 其实除了每个月的 所谓的收听率之外 因为那刚开播 还照一个月还差很远 就看谁 每天 收到的信 多 什么意思 就是看谁收到的 听众来信 比方说 每天中午 这个台里边的 这个 所谓的叫管理员吧 会下去拿信 拿一这么落的后的信 但有很多是公喊 是吧 有很多是公喊 剩下的就是写给主持人的 写给主持人的 然后呢 我就会忽然间发现 我的信是最多的 我的信是最多的 咱这么讲吧 就是来二十封信 有五封公喊 还剩十五封 剩下十五封 可能十二封 是写给我的 是写给我的 都是什么呢 都是听众朋友啊 就是听完之后的那种感受 有人说我在吹牛逼 是吧 我说句实在话 这个对我来讲 我都没好意思真吹 我都没说 说前三个月收听率 排名交通 整个交通台 所有节目里边 排名第一的是我 我都没好意思说 一一 就是我在晚间 做完节目之后 忽然间 这个叫假日部的主任 找我 让我礼拜天去做节目 让我跨部门 明白吗 我没好意思说 我没好意思说什么呢 礼拜天 礼拜天 上午八点到十二点 八到九点 九点到十点 十点到十一点 十一点到十二点 一共四档节目 我都没好意思说 四档节目 男主持人都是我 从八点 一直坐到十二点 身边换四个女主持人 我跟你说了吗 我没跟你说 我这 我不愿意吹 没有什么意义啊 事实就是事实 事实就是 每到礼拜天 我坐在这 铁打的 盘营 还有盈盘啊 流水的冰 旁边 来了 不错 走啊 再见 下礼拜见 来了 今天穿的挺好看 那个 来一块 又走了 十点 你看 是你啊 来来来 坐坐坐 一块来来说 就一共呢 就是反正四个女主持人 四个女主持人 跟我搭四档节目 一上午赚一百二十块钱 明白什么 明白什么含义吗 我那个时候 1991年毕业 到了1993年 94年初 我的工资 大概一个月是三百来块钱 就是从铁道部挣 大概是三百来块钱 加上奖金不到四百块钱 但是我在电台 我一上午 挣一百二 就挣一百二 是吧 你再加上我 晚上的节目 每周三次挣九十 九十加一百二 二百一 九十加一百二 二百一 再加上四个礼拜 二百一乘四 八百四 有时候偶尔呢 还能客串一些其他节目 总言之 第一个月 挣了一千多块钱 挣了一千多块钱 知道当时一千多块钱 是 是什么概念吗 一千多块钱 是什么概念吗 就是 外企员工 当时叫外企 能挣一千一到一千四 一千一到一千四 我在电台 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 为什么 有人说 就你挣的多 废 废他妈话 我干的还多呢 你们礼拜天一上午 你陪你女朋友 陪你男朋友 陪你家人 你没事 你逛街去 你看电影去 你吃饭去 你聊妹去 我在干什么 我在工作 我每周比你们多工作 是 十六个小时 多做十六档节目 我难道不应该比你挣的多吗 但是我跟你讲 中国人 有一部分中国人 我有时候不能说中国人 我也不提中国人吧 有一部分人 有一部分人啊 古今中外都有 凑蛋在哪 就是压不付出 他看不见别人比他多的付出 但是他就比跟别人的收益 这就属于 就是属于 就是这样的人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他永远看不出来 别人比他做的工作做的多 他永远觉得 我为什么比他挣的少 这就没办法了 我就这就这就没办法了 那么在这种状况下 很快啊 一个结果就是 我膨胀了 我膨胀了 为什么 收听率调查 第一 来信数量 第一 球迷 不是球迷啊 这个这个这个 听众 甚至啊 那是基础的啊 就是听众 还给我 记贺年卡 不是不是 记贺卡 很过分 完了 这个 快到这个新年了 春节了 啊 要不转过年来吗 这不就是这个新年吗 啊 收到了很多贺卡 甚至这都不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 里面居然还有音乐贺卡 啊 一打开 一生日 不是 Happy Birthday 不是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We are singing We are dancing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 这个 当我打开的时候 原来 在办公室啊 还在大家 鸡嘴巴舌 大平面嘛 但我一打开 我一唱的时候 大家都安静 都安静了 谁也不说话 就听着这个音乐 在响 那我当时 我没注意啊 我因为我就感觉 那忽然间我发现 哎呦 我去 这都不说话 这不是 这不是 得罪他们 得罪他们 当然了 年轻人在一起呢 其实呢 也没有那么多 按说呢 应该没有那么多事 但事实上 事还是挺多的 事还是挺多 最主要的就是说呢 这个 男的女的 在一块 咱们不是说这个 说是一定会 会出什么事 但是一定会有事 发生啊 但是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我记得 有几个聊的 还是比较来的啊 性格比较外向啊 然后呢 男的女的 我们老在一块 没事呢 晚上啊 就什么呢 就说 呃 上节目 下节目之后 完了也 不要回家的啊 然后大家就在 那个办公室里边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没事就聊天 聊天 聊到姓处的时候呢 然后就说 那那那咱们 再表演节目吧 哎 好 表演什么呢 说去唱个歌吧 我说那我 那怎么唱啊 怎么唱就 那那就是 那个 呃 怎么唱 呃 我也不知道 嗯 嗯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座溜溜的云游 断断溜溜的照耗在 看上溜溜溜的大街 看上溜溜的他有 月亮 弯弯 看上溜溜的他 哟 就是大家没事呢 就是这么唱歌 唱着唱着呢 就是我会发现呢 就是说好像有一双眼睛 一直在盯着我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对于我来讲实际上 这个男女的事呢 略知一二 虽然说不是说很懂 因为我这个人开话比较晚 不是我这个人呢就是 就是这个对于这方面的事情呢 我是这个比较的这个 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回避 比较回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到大呀 因为你可能忘了啊 或者你没没关系 你第一次听说也行 我呢 我是跳极的 我小时候是跳极的 我跳极的呢 就是说我小学一共只念了四年 我只念了四年 但是那个时候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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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都念六年 等于说我少读了两年书 少读两年书的后果呢 并不是说我少了两年的知识 啊 这都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后果就是 我从小到大呀 这个这个这个 周围的这 那都比我大 都比我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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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看我上大学的时候的 我比别同班同学都小两岁 小两岁 你想我小两岁的时候 那你说我周围的这个这个这个 呃 女生啊 他对对我 那就等于说只能是当个 呃 就是 等于说那玩闹 啊 就是你我也不会喜欢他们 他们也不会喜欢我啊 所以这方面呢 就没有人勾引 不是 就是没有人呢 这个这个指引 所以呢 一直也不是说很懂啊 也不是很懂啊 呃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 就是当我们在一块的聊 这个什么的时候啊 完了就是有一双眼睛了 看着 呃 我有时候也会 一会会看见他 然后他马上就躲开 马上就躲开啊 然后又再看他 躲开 看他 躲开 看他 躲开 躲开 我想这个 呃 我就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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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吧 这这这这 这个眼神我就是按下不表啊 按下不表啊 然后我 我呢 就是 这个 头一个月 头一个月 回了两次假 回了两趟假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换洗的衣服了啊 这衣服 我一共有四件 比方说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是这四件 然后呢 周五周六 从第一排再 再 再再再穿上啊 也没有地方洗衣服啊 这实在没有衣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有人说了 那你一个礼拜 你这个 等于说你有四天有节目 你另外三天呢 我另外三天我也到电台 为什么呢 我这个做文案啊 不回家 就熬夜 然后听别人的节目 然后写心得体会 然后呢 写这个节目的这种台本 那然后去找音乐 然后去构思啊 然后晚上十点来钟去睡觉 睡完觉呢 然后起来六点多爬起来 再去上班 上了班 坐班车 到普黄鱼 到三十九 坐平安礼 到一路或者四路 到电台 然后三块五吃了盒饭 上楼啊 开始呢 准备这个节目啊 所以很敬业 很敬业啊 很敬业 所以呢 也是因为呢 自己觉得那个电台 那个楼呢 就是自己梦想的开始 甚至就是像圣地一样 我就找到了当年呢 很多爱国青年 为什么呢 去台 不是 去延安 去延安 万里迢迢迢 千里迢迢 去 因为那是自己的希望所在 啊 梦想所在 然后 日子呢 就就就这么过来了 就这么过来了 其实呢 因为我 我说一些事呢 可能会会牵扯到别人啊 所以呢 呃 我就不 不会太具体的来说啊 我不会来具体来说 总而言之呢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年轻的这个人 然后 呃 怀揣着对于自己事业的这种梦想 然后 然后 集中在一起 呃 各种不同的身世 各种不同的这个呃 这种性格个性 但是呢 有一点是相同的 大家都想做到最好 但是事实呢 只能有一个人做到最好 而 更残酷的事实呢 就是好像 这不是我感觉啊 这个这个各方平均 呃 平平价 好像我在那个群体里边 咱就说暂时吧 啊 咱们说暂时 应该说是 比较 不是比较啊 就是 非常 非常 也不是 十分 不是 极其 不是 就是相当 不是 啊 反正就是 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 那是 就是 应该说是 啊 还可以啊 应该说是 还可以啊 原因在于什么呢 我觉得 我敬业 我努力 我觉得这一点 我这个人 有的时候 有 有不同的评价啊 就是 就长这么大 从小就是 我是一个极端 有争议的人物啊 说是接受我的人呢 他他能 看透我 然后他能接受 他不接受我人呢 他从一开始 他就反感 啊 他就 他就反感 啊 这个 这个 其实是 其实这是一个事实 啊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 但是不得不说啊 我性格里面 有我自己的弱点 啊 我这个人呢 就是 我喜欢这个 不是 我比较习惯于啊 就是 沾沾自喜 啊 就我会为 我会沉浸在 我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如果我认为 我做好了一件事情 我就尽情的 享受这种感觉 因为在我看来 它跟别人没有关系 如果是我自己的努力 我换来的 所有的 一切的收获 不论是情感上的 还是物质上的 还是心情 精神上的 愉悦 我认为 都只跟我有关系 跟别人没有关系 你说道理对不对呢 是对的 但是你说这个东西 合不合适呢 可不可以呢 这不好说 以至于呢 我觉得我现在 我开始在那个环境里边啊 我有点烦人不理了 我有点烦人不理了 就跟几个能说的来的 聊聊天 剩下的 点个头 完事 这直到现在 这毛病 我也没改过来 早年间 大家一块呢 去采访足球的时候 八千足迹 杀奔这个中国足坛 那有很多老炮啊 对吧 人民日报的 中国青年报的 公日报的 这有那个新华社的 是吧 老炮啊 比我是岁数得大二十吧 二十来岁吧 人家那时候都四十多 我二十多 人家年轻的记者一见 哎呀 B老师 不是不是B 就是某老师 哎呀 某老师 哎呀 你真来了 您真的 哎呀 真好 哇塞 那那 看你那文章了 写真棒哎 那个完了那个 哎呀 怎么样最近 他会这么啊 这个这个就是 循寒问暖 我呢 不会这个 我不会这个 我见面 哎 你好 完事 我就完了 我也不跟他扯王八读的 啊 但是渐渐的就是 咋 这家怎么这么傲呢 哎 就这我从 打子打这个 在交通台开始 我就这样 我觉得 我只跟我觉得 能聊的来人聊 然后我要是高高兴 我要是高兴 我 猫叫了 我要高兴 我就开心 完了 我要不高兴 反正我就不说话 反正我就 我就比较 这个 比较这样吧 但是呢 好就好的 那个时候呢 就是毕竟啊 毕竟啊 我做节目可以 而且我也很敬意 说你要是说我嘛 也说不出来什么东西 说你可能说跟哪个女孩 暧昧 或者但我没有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 那你说我一上午换四个 换四个女孩 对吧 换四个女孩 然后呢 那个 我我也就 我一个人 其实我也不是跟女人打交的 我不是说很擅长 你知道吗 我不是说非常擅长 所以呢 有人就传 这个 他跟那个 他怎么着 跟那个 怎么着 其实 你说能 能怎么着 你说能怎么着 你要 头天晚上 你就 就得到那去背拨去 啊 完了这个 整个十七楼 因为早上就得 八点上节目 你不能回家 你从家来 你万一 你迟到了 那边直播 你怎么办 是吧 那你说 那都都在 十七楼 十几个房间 十几张办公室 对吧 就俩人 俩人 我 我就进我这这屋 我把门反锁 我来等 我睡觉 不是我等了 我睡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上节目 其实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这个 然后呢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这样 到了 四月份 对 十二月十八号 开业 不是开业 十二月十八号 开播 转过年来 到了四月份 当时呢 这叫中国甲A联赛 已经开始了 1994年 职业联赛 头年 中国职业联赛 开始了 然后这个 春暖花开 然后我呢 突然之间 我发现 我那一颗足球的心呢 开始荡漾 怎么大风越狠 我心越荡 就是当时春天 刮着很大的风 我说我心开始荡漾了 然后我开始荡漾 然后我 我说 我准备 我说 对了 我说我怎么 我为什么忘记了足球呢 我为什么在过去的 三四个月里边 我 我沉眠于 什么汽车音乐节目 什么旅游节目 什么点歌台节目 什么综艺节目 啊 什么明星访谈节目 我做了很多 可是啊 可是 我还 我还采访了很多明星 在当时的那种明星啊 也不是很多 就那么几个 这个这个 普存希啊 徐帆啊 什么这个 这个 高峰啊 没了那个 我们都 都有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呃 然后这个 呃 十二月访 女子十二月访啊 然后什么 玉东啊 呃 老郎啊 当时也就这些人 比较火啊 比较火 呃 呃 然后呢 这个 我忽然间觉得 我怎么把足球忘了 可是 职业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 还做这些乱七八糟的节目 我对得起我过去 三十年 狐狸城老球迷吗 不是 我对得起我这么过去 呃 十几年热爱足球吗 我忽然间我就 内心我就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荡漾啊 我忽然间想 广播 什么是广播 广播就是快 是吧 刚发生的事 电话打进来 直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电视台不行 电视台还得 咔咔咔 带人去拍片子 回来还得编 报纸不行 报纸那些 写完稿子 你得等 等晚上咔上版 呃 然后印刷 第二天早上再往外铺 电台快呀 电台快啊 然后呢 我忽然间想起 我要去报道足球 我要去报道足球 我就开始跟这个领导 我去找台长去了 我说汪台长 我说汪台长 我说我有个想法 他说什么想法 他说 我说你那个有大哥大吗 他说台里面就俩大哥大 我拿一个 还有一个公用的 我说好 公用的就给我 是什么给你 你太膨胀了吧 你现在就想自己 要用一个大哥大 我说不是那意思 就每个礼拜天 借我用用 借我用用两个小时 那你干嘛呀 我说我去县重南 我报道北京关 我呀 我这个到那 我我我看比赛 看完比赛 我往直播间拨电话 完了 去正常节目 给我暂停 主持人把电话给我接进去 我开始说 我说 这个报道刚刚结束了 这场比赛 行不行 汪台长说 你这小子 你懂足球吗 你说 好吧 你懂 他他问我这话的时候 我我接近于就说一种 就说被羞辱的感觉 他问我懂足球吗 等于我问他 你懂波音吗 然后我就到了到了这个下一个礼拜的礼拜天 我上午 我上午不是主持四档节目吗 我送走送走我四个女搭档 都回家 早点回家 跟男朋友赶紧去下午去逛逛街去 好不好 不要想我 不要想我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我呢 中午吃点饭 然后下午三点半的球 我呢 下午两点 我从台里边 我踹着大哥大 我原来说 我说我呀 我是省点钱 我坐公共汽车去 我从建国门到这个 仙东潭的 也没多远 但后来我一想 我不能坐公共汽车 为什么 我丢了没事 但是大哥大丢了 这就是事 当时一万五六小两万块钱 一个大哥大 台里的公公公物丢了赔不起 一年在这干白干 所以我决定了打车去 打车去呢 也没人给你报销 没人报销 我自己去 为什么 我琢磨琢磨 打个车 面子低 到仙东潭 没多少钱 十来块钱 我十来块钱 然后这个 我就打车去 我来到这个仙东潭 那时候仙东潭那门口啊 南门吧 已经聚集了很多的球迷了 我我我说我拿着大哥大 我拿着大哥大 我忽然一想起来 他也不会让我进去 不会因为我拿着大哥大 他就会让我进去 但是我也没有记者证 我没有记者证 因为我是突发奇想的 临时起义 我说我要去干这件事 但是没有提前申报 怎么办呢 买票 那时候票便宜 也就是 八个钱十块钱 差不多了 买张票 我们买好票 买好票干嘛 买好票人多 人多呢 不利于我观察整个厂上局势 也不利于我做一些记录 我就买那个 最高最偏的 买张票上去 上去之后周围没什么人 嘿嘿挺好 我趴上那一站 官邸撂阵 看比赛 那时候什么 我记得第一场比赛是北京官主场队四川全英 那场比赛呢 官队输了 零比一 主场输了 零比一啊 比赛 怕 一吹上 结束了 哥们撒牙子就往外跑 穿过人流 对 老假 让一场 往里 让我想起有一年我去北海 那得是也是九十年代吧 北海 广西北海 住那酒店 酒店大堂 三百多小姐 就在大堂里吧 你要是想出去 你要想进来 说上楼 上电梯上楼啊 对不起啊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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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齐吧 基本上是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啊 然后呢 我撒牙子往回跑 我不是往出跑啊 跑出仙东坛 跑出那体育场 仙东坛他这还有院吗 然后我就直奔小树林 我就直奔小树林啊 我说实话 我谈恋爱 我都没去过小树林 但是我 我就是 那个时候我想起了 小树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然后呢 我就 吵家伙呢 走到 但是 说实话呢 小树林啊 其实也没有多么 这个深 因为他也 几棵树而已 几棵树也行 然后我啪 一一边跑 跑到树那 根里啪一蹲 开始播大哥大 那时候大哥大 那时候大哥大 相当于现在的劳斯莱斯 非常稀有的 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呢 我就打大哥大 八大大 呃 零 呃 515 那时候还 这件话 没有八位 七位 515 啊 9041 啊 打到直播间 那边导播 喂 哎 不用不用这种动静 谁啊 我是懂路 哦 导播还 那个那个导播 你没有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 他他不他不做节目 他就做导播 他他声音 他本然声音是 是是是 他每一 他一接听众电话 他就他就变声 你明白吗 然后就 喂 我我就 哎 不用这样 你正常说话 你是 您是谁呀 我说 我懂路 哦 你干嘛呀 你在哪打电话呀 我说 别废话 给我接进去 谁在那主持呢 哦 啊 王世玲 啊 告诉他 我电话 接进去 哎 他正在主持节目呢 台长说的 啊 主持任何节目 除了新闻联邦以外 都可以给我掐掉 直接把我电话接进 我这是刻不容缓 时不我待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好 那给我接进去了 接进去了 完了那边 下面请听我们的特派记者 呃 主持人董璐 从仙东坛发回的 关于 呃 这个 中 不是中超 呃 甲A啊 甲A联赛的报道 玩 你好 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董璐 我现在是在仙东坛 旁边的一个小说聊天 在刚刚结束的 1994年 中国甲A联赛 北京官主场 对四川全新队的比赛当中 四川全新队 凭借20号 座友根的进球 1比0 客场 击败了北京官 这场比赛 北京官排出的阵型 是442 守门员 复兵 后卫线 从左到右 刘建军 韩旭 谢昭队 谢昭阳 李鸿军 有没有李鸿军 不知道啊 没有李鸿军 李鸿军是后来来的 哎 一看后来来的 曹显东 谢峰 高峰 高峰 有没有高峰 不知道 忘了 反正 郭维维 反正 这场比赛 在第25分钟的时候 哥们 说 五分钟 没停 没停 著名演员 没停 然后呢 我们就 把这个说完了 一口气说完了 把这个比赛的报道 给这个 给报道出去了 好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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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报道 好 我们在 今后还会继续关注 中国 这个职业联赛 假一联赛 好 再见 啪 挂 哥们也在这挂 咔 大哥大 挂 我蹲在那 我蹲在那 这挂完之后啊 浑身 满身大汗 说的还挺 挺费劲 我蹲在那 我刚想起的时候 我这膀胱啊 不是我这鱼光啊 我就看这怎么 中围这么多腿呢 这是 这是在哪啊 这是 我这一抬头 我一看 我去 围四五十人 在我旁边啊 围着四五十人 你也知道 中国人就愿意看热闹 你想象一下啊 这球迷都散场了 忽然间看见 有一棵树 小树人旁边 有一哥们蹲在那 蹲在那 不要紧 拿一大哥大蹲在那 拿一大哥大蹲在那 也不要紧 在那 鸡了哇啦 在那 不知道跟谁说什么呢 还说这个球有关系的 过去听听 过去听听 所以这人呢 你想 有俩人过来 就得有四个 四个过来 就是十六个 十六个过来 二 你要说一百六也是他 啊 围一帮人 我这时候拿大哥大 我寻寻而起 是其否 而 五机上存 啊 我说我一看这个 手机还在 啊 这就行 没丢 然后 然后 我一起来 那方 哎呀 干嘛呢 这人家 我说我是电台的 干嘛呢 我说我这个不是打电话 回去介绍这比赛吗 哎呀 说的不错呀 哥们 可以呀 哎呀 呀呀 呀那个 自然全新 赢 赢咱们 你说这 这 这靠谱吗 那个 我说今天国安队 整个还是 还是怎么 怎么说呢 还是这个 这个阵型啊 阵型打法呀 还是有点问题 没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挺好啊 就是他们家裁判 那他们裁判吗 那球 就是不给咱们 你说咱们应该有点球 我说那球 大哥 差不多得了 别闹 那球要判点球 那一场比赛得四十六个点球 那么反正他们压呢 哎 这 主场我们赢了 我们到客场 我们干压呢 我说行 好 那我先走了 行 哥们 哥们糟了 哥们 哥们 糟了 糟了 从此 我就啊 就踏上了一条啊 所谓足球新闻工作者的道路 这个 主场 每次主场 我都会去县东台 拿大哥大 打着面低 买张票 然后呢 从这个 比赛 这个 结束之后啊 结束之后呢 赶紧冲出来啊 在小树林里啊 因为每一次呢 在那都是 蹲下来 然后 这个 打电话啊 我发现周围的人 越聚越多了 就像在一直拨的发车 最开始 没多少人啊 但是 后来 每当我在小树林里 开始挽回 通过大哥大 来报道 比赛过后 周围的人 是越聚越多 好了 今儿呢 就先 聊到这儿 好吧 这个 但是 不久之后 一件突发的事情 让我的职业生涯 几乎 就此 终结 好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分享 最后 我想告诉你的事 还有七分钟 将会迎来 八月五号 今天我穿上一件红的衣服 是因为 八月五号是我的生日 在我的 第四十七个生日 即将到来的时候 有二十四点三万人 在听我分享 那些过往的故事 我感到很开心 我觉得不是很多人 能够拥有这样的感受 谢谢 感谢生活 明天就是周末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